大家来看 是营养午餐的菜单出炉咯 同学们围过来一起看菜单 狐狸猫看到今天的菜单上有紫菜汤 开心地说 今天的午餐有紫菜汤耶 紫菜是我最喜欢的蔬菜了 莉莉疑惑地说 咦 紫菜是一种蔬菜吗 小树蛙说 你们都忘记了吗 之前老师有教过 紫菜是多细胞藻类 属于原生生物界 并不是植物界哦 狐狸猫恍然大悟 哦 原来不是所有餐桌上的菜都是植物 那我喜欢吃的山苏包栗菜 它们是不是植物呢 莉莉接着说 那营养午餐常见的巴勒 是不是植物呢 首先 我们来想想 山苏有什么形态上的特征呢 我记得 妈妈煮的山苏 有卷卷的叶子 是的 我们常吃的山苏 其实就是鸟巢蕨的幼叶 卷起的叶子 就是蕨类幼叶的特色哦 老师上课有说 蕨类是植物界的一个分类 那山苏可以算是蔬菜咯 没错 山苏属于植物界中的蕨类植物 狐狸猫好奇地问 那高丽菜跟巴勒长得那么不一样 应该不是分在同一类的吧 虽然我们吃的高丽菜和巴勒 看起来很不一样 但其实它们都会开花结果 所以都被分在植物界的贝子植物哦 对 我记得老师上课有说 植物界可分为四大类 显苔植物 蕨类植物 蕨类植物 贝子植物 它们都各自有着不同的特色 刚刚听见大家谈话的内容 发现同学们都很棒呢 有认真在听老师上课哦 老师来补充一下 植物界各类别的特色吧 我们来看看这张图 我们可以依据维管树的有无 先将没有维管树的 显台植物分出来 其他的三类都具有维管树 接着 蕨类植物用包子繁殖 再被从三者之间分出 剩下的两类用种子繁殖 然后用种子繁殖的类群中 种子裸露地称为裸子植物 而可以开花结果 种子被果实包覆地称为贝子植物哦 同学们都搞清楚了吗 清楚了 相信同学都清楚植物界的分类了 那就让老师考考大家吧 某研究机构 B 可产生果实的植物 百分之二十六点一 所以是错的 可产生果实的植物 只有贝子植物 D应该改为百分之六十一点五 因此是错的 除了贝子植物以外都不开花 所以B是对的 同学们都答得很好哦 看来今天的课程大家都听懂了呢 让我们来复习一下 今天学到的观念吧 餐桌上的食物 可依不同的形态与结构特征分类 餐桌上常见的绿色食物可能为 一 原生生物界的藻类 例如紫菜 昆布 二 植物界 又可分为 显台植物 蕨类植物 螺子植物 贝子植物 其中只有显台植物没有维管树 接着蕨类植物用包子繁殖 剩下的两类用种子繁殖 然后种子繁殖中 裸露种子为螺子植物 而可以开花结果 种子被果实包覆的 分为贝子植物哦 今天的课程到此结束 同学们可以想想看 番茄 木瓜都会开花结果 然后产生种子来繁殖后代 那么山苏这样的植物 也会开花结果吗 如果不会 那它们是用什么来繁衍后代呢 请将答案写在下方的留言中 那我们下次再见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项煎和鸡蛋